新北市的五谷陆光一村呢 是目前为止北台湾最大的眷村改建案 那么总共有六个老旧的眷设合并 这项改建案耗时十年 好不容易交屋之后呢 B区的住户控诉 总共零零总总三千项的瑕疵 过程里不断地跟建商还有国防部协调 但是没有具体的改善 眼看11月10号 这是建商宣称保固期的最后一天 住户们非常担心未来求偿无门 在今天决定出面控诉 这就是辛亥的时间的品质啊 嘻里哗啦水流不停顶楼防水测试 结果楼下大漏水 扯的是居然从住户冷气孔喷出 哎呦 这个电子人啊 我这个地板不是会烂吗 是不是会烂 而且怕电的问题 对啊反正很危险 假如我插头在那边淹到了 不是小孩子走过去不是电视 重回顶楼下小雨排水孔已经淹水 怀疑排水功能不张 管线设计有问题 打开开关 整栋大楼住家阳台灯全部亮起 一关同时灭 通通只有一处总开关 之一设计不当 路光一村B区是眷村改建新大楼 住户控诉 施工瑕疵一堆 自费26万多找来SGS专业检测单位 发现有2000多项缺失没有处理好 11月10号却是最后维修日 包括我们住户跟我们的机电维护的一起 差不多将近3000项都没有维修 他还告诉我们说明天是保固期建设 我们非常的不谅解 我觉得我们的国防部为什么完全也没有说 应该对他们有所实施 无视于这个第三公正能的存在 短短一段楼梯一个蓝标签一个问题 悄悄墙壁空心的声音 让眷户们跳出来控诉 让相关单位好好解决 转新闻许致命戴秋荣 新北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